男人为了心爱的妻子竟把最重要的生殖器和排泄器官全部切除 腰部以下的躯体也被完全割去 可能会有人疑惑这样的躯体还能存活多久 但男人凭着坚强的意志硬生生地活了下来 庆幸的是男人有个十分疼爱他的妻子 妻子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才让男人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勇气 眼前这个只有半截身体的男人是名刹车司机 就在他们即将结婚的前夕一场重大事故彻底毁了男人的一生 一次普通户外作业时 男人被勾机物掉在数米的高空 紧接着落地后又被插车二次扭压 或许很多人认为男人已经另丧黄泉 但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男人在医院里的一番话竟感动了所有的医护者 他苦苦哀求医生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幸运 就算只有半截身子他也非常愿意 经过19次手术男人的整根幼肢和腰部以下的器官全部切除才侥幸活了下来 手术后不仅让男人永远地失去了下半身 甚至连生殖器官和排泄功能都不复存在 哪怕存活下来一辈子都要瘫痪在床依赖他人的照理 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自理 可能很多人都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像男人一样狗狗 但男人却没有因此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为了陪伴心爱的妻子他熬过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子 专家告诉妻子 即便手术男人的生命最多也只能维持半个月 但半年过后男人不但没有死去 反而身体每天都在恢复向好的方向发展 棘手的是刚刚出院不久的男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还要面临许多难题 因为只有一根胳膊 无论做什么都显得十分吃力 不仅无法行走更不能像常人一样排泄 医生决定在男人的肚子割开两道很深的口子 直接连接肾部用于排尿 另一条贯穿肠道用于日常的排便 这些大小便的清理工作全部都落到了妻子的身上 事发前他们是对幸福的侵入 但经过重大变故后妻子的不离不弃让男人十分感动 妻子甚至还主动要求跟他结婚 发誓要跟男人厮守一生一辈子都照顾他 因为事发前男人对妻子百般呵护 不让他受丁点的委屈 正是因为男人的爱才得到了妻子心甘情愿的细心照顾 女孩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坚持嫁给他 每天都在背后默默地鼓励开导着男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男人的父母跟他断绝关系 甚至连亲戚朋友都离他远去 因为手术欠下高额的手术费 女孩主动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产 虽然他们每天住在出租屋里 但这样的爱情却令人羡慕 男人之所以想要活下来是因为担心妻子的生活 他知道妻子胆小害怕受到别人的欺负 才决定不管遭受多大的磨难都要提过来 而懂事的妻子也十分理解男人的苦衷 每天都要帮他换洗装满排泄物的便带 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 男人每天都在锻炼这具不完整的躯体 只要一睁眼就反复地练习脱穿复杂的设备 尽管每次都要耗费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男人依旧每天都在坚持 他想要独立让妻子少一些劳累 在药物的维持下 男人已经能坐在轮椅上进行简单的洗漱和走动 但定期的检查和药物是一笔不小的胎质 妻子白天辛苦工作十多个小时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男人洗澡搓杯 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男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妻子的不离不弃感动了成千上万人 妻子的贴心照顾让男人感到十分内疚 只要妻子在家的时候 不论走到哪都是抱着他也从不喊泪 虽然两人扛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但在困难面前男人却从不畏惧 这样的精神和爱情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你还在为此时的生活感到不公式 不妨看看这对面临苦难的夫妻 不论遇到任何困难 只要感应面对就能战胜一切 如果换成是你会像女孩一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吗